曲名字幕視頻 其實我講的真的很短 因為是我朋友的 不知大家是否記得 半年前左右 因為時間我不記得 很清楚 有個菲律賓的工人拖個小朋友 過馬路的時候 被車轍爆頭的事 嗯 不是 在那裡呢 在哪裏 忘記了 九龍塘 不是很記得 不要緊,你說 他死了,就是菲律賓工人和幾歲的小女孩 兩個都過世了嗎? 兩個都一起過世? 對,死狀也挺可怕的 我朋友正正住在我們家旁邊 其實小朋友平時經常跟他們說Hello 都很大陰影 那段時間發生了一段時間 他們兩個工人是相識的 大家Facebook是朋友來的 無緣無故看到死了的菲律賓工人 還會Like別人的東西和留言 做甚麼? Like別人的東西? 即是在Facebook裡Like別人的東西? 是 還有留言嗎? 是 我們都覺得不排除有人去Passbook 有可能 都沒有甚麼特別 到最近 其實我朋友家裡的公仔都會耐不耐著 但他老公叫他不要多事,不要理 公仔著? 是甚麼公仔來的? 即是插電的? 不插電的 有些要拿去扔它才會閃燈 噢 都是當它壞 總之我們全部都不說實 是甚麼靈異事件 直到最近母親節那天 我朋友就很清晰 因為家裡只有他一個人在 他就很清楚聽到有人叫他媽媽 但他的女兒不在家 甚麼? 他自己的女兒不在家 噢 他女兒不在家,但叫他媽媽 有人叫他媽媽? 是小朋友的聲音 是小朋友的聲音 還有之前中途都會聽到 出現有些烤鋼琴聲 那我想問他本身 即是他自己的媽媽 有沒有幫他做些事 或者家裡有沒有做些甚麼 其實他們那對夫婦好像離婚了 那女兒就是搬走了 即是沒有回去住 因為怕傷心 那現在房子也是退租 即是沒有在那裡住 即是已經刺了 即是刺了 噢,或者小朋友不知道回來 可能是 噢,他要回來找親人 所以他可能去了旁邊 他一邊叫媽媽 看看有沒有人認 還有有一些 即是好像回魂一樣 牛頭馬面 要你去到那間房子 還要你叫的 你要叫親人 你不叫親人 沒有一個人認你 即是他當你不在那裡住 這樣 是的,很零碎 所以之前都沒有打電話來 但是打算支持一下 當然 我覺得這件事都挺恐怖 而且整件事都挺可憐 可能的 整個香港人都很擔心 即是工人帶小朋友過馬路 這件事都挺出 即是挺害怕的 那你的朋友現在怎樣呢 即是住在那裡 那他們有沒有做些什麼 什麼都不做 因為他老公經常沒事 噢,就不相信 因為他自己有對小朋友 一個九歲 一個就是三歲 噢 即是幸好沒有影響到那些小朋友 其實小時候那個小朋友 也有一點點病 不正常 但我們全部都當他是科學化的 嗯 不過你說這樣叫媽媽 我替你的朋友 挺害怕的 他說很清晰的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 嗯 OK 好,希望他們 其實可能他自己不知道 因為如果他死者的父母 又沒有什麼做事 又搬走了 嗯 那麼他長期就在那個位置 長期就在那個位置 長期就在那個位置 就在那個位置 對,就在那個位置 也是很慘的 是啊,其實都挺大的感覺 因為我經常都會想在家裡 知道正正隔離門後 那個感覺都很害怕的 即是他的門是對門的那一隻 即是死者的親人聽到 如果你今晚所說的話 又或者 希望小朋友可以 懂得走回 他應該走的路 看看會不會回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他有沒有做事 我們就不清楚 即是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什麼法事 但是就搬走了 嗯,明白明白 是的 多謝你的電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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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一點半 到凌晨一點 恐怖在線